Hi 大家好 今天我要与你分享一下 公积金局的提款计划 叫做 iSINA 它将于2020年12月21日星期日开始接受申请 记得这项申请只允许上网申请 网址 无下icina.kwsb.gov.my 公积金局的 iSINA提款计划将开放给800万个会员 中收入受到影响的会员申请 这项申请有两种类别 类别一 类别一的会员是在私人界工作 自雇人士 从事零工经济的自雇人士 失业者 家庭主顾或者收到无信通知书的会员 他们的申请标准包括 失业的公积金会员至少两个月连续没有缴纳公积金 或者正在工作的公积金会员在2020年3月1日起被减薪30%或以上 类别一的会员无需出示任何的文件证明 申请者将根据公积金局里的资料自动批准申请 会员只需在2020年12月21日起通过网上申请 符合资格的会员将可在2021年1月中移还 类别二 类别二的会员则包括目前还在工作或有收入的会员 但是薪水或收入减少了30%或以上的公积金会员 他们的收入包括工资、津贴或者是加班费 这些会员必须出示证明文件 刚才说到类别二的会员必须出示文件证明 这些文件包括减薪前和减薪后的薪水单 记得是减薪前和减薪后 和暂停或减少津贴和加班费的通知书信 如果无法出示以上的文件 其他相关证明如银行结单或老板的证明书信 将被列为考虑的条件 记得类别二的会员可从2021年1月11日开始上网申请 申请 申请结果将在二到三个星期内公布 成功申请者将可在二月底开始提款 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 提款的金额 提款金额必须根据会员的户口一 结余而定 若公积金 第一户口的存款少过十万令吉 一 会员最多可提款一万令吉 提款后 户口余额必须至少存有100令吉或以上 二 付款方式将分阶段进行 最多分六个月提款 申请者可在第一次提款最多5000令吉 会员的公积金第一户口 会员的公积金第一户口存款若多过十万令吉 会员最多可提款总额的18间或是六万令吉 付款方式同样也是分阶段进行 最多分六个月 第一次提款的款项最多一万令吉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 各会员的户口一少过十万令吉 第一次在户口一里我有4500令吉 我能够提出的金额是4400令吉 这些金额我能够在第一个月内就全额提出 若我的户口有十万令吉 我就能够提出一万令吉 但是我在第一个月最多只能够提出5000令吉 我的户口必须要剩有100令吉或以上 现在看看如果我的户口一有超过十万令吉 我能够在我的户口一提出一万令吉 而在第一个月我能够最多提出一万令吉 如果我的户口一有八十万令吉 我最多能够提出的金额是六万令吉 那么我第一个月能够提出的金额也是一万令吉 剩余的钱就在接下去的五个月能够把它提出来 为了让申请进行顺利 公积金会员可以注册KWSP的iAccount 更新电话号码方便在柜台或机器获取交易授权码 3.确保银行的户口号码属于活跃状态 这些都是必须注意的事项 现在看到的页面就是你输入网址后看到的第一面 让我们来看一看进入页面后的申请方法 首先你可以扫描以上的QR码进入到页面 或者你可以进入icna.careofsp.gov.my进入页面 第二看到这个页面你必须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和国约的电话号码 然后按Baru Scan就是继续的意思 步骤4.你会收到交易授权码 你可以输入交易授权码 或者回答安全问题 步骤5.选择正确的金额 步骤6.选择金额后必须填写每个月的金额 步骤7.填写申请者的资料 步骤8.填写好后按Taru Scan继续 步骤9.检查申请者的资料 还有申请汇款的资料 然后按Go 再按Handa 按了Handa后 你将会收到这条Message 就是 意思是 您的申请已经收到了 我们将会 进行评估 进行评估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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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赏